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时间已经飞逝 在胡歌主演的古装剧中 他用自己出色的演技将主角的病态身体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那时起 胡歌似乎一直都过着平静的生活 关于他的消息很少 《狼牙榜》这部电视剧不仅剧情精彩 而且内容循环往复 让观众一步一步地呼吸 让观众百看不厌 该剧不仅有胡歌 还有一些影视界的大佬 包括王凯 刘涛 吴磊 陈龙 黄伟德等 这个阵容也是非常厉害的 该剧非常吸引人 受到高度赞扬 并创下了当时全国最高的收视率超过9.4 胡歌的演技真的是一流啊 他还主演了《仙剑奇侠传》 《小编》小时候看过 他陪伴我度过了童年的暑假 真的是小编的童年的怀念 近日有报道称 胡歌将出演一部古装剧 而阿榜之后 胡歌就再也没有出演过任何古装剧 他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又逐渐消失 最近 又播的电视剧是《猎场》 胡歌的每部新剧都会引起轰动 观众们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 他主演了每一部电视剧 都表明他不仅有高的演技 而且非常关心电视剧的质量 这可能是这么多粉丝喜欢他的原因 胡歌要出演一部新的古装剧 也就是《这女锦兰》 这个消息放出后 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网友们期待了很久 终于盼来了 这部剧据说很早就要出了 主要演员也公布了 由于某些原因他被推迟了 这一次 胡歌的搭档 也就是女主刘诗诗 这简直是两人的绝配 在《仙剑奇侠传》中 他们扮演的是兄妹 他对这个角色的诠释让人心动 感动了很多观众 这一次终于可以扮演网友们 非常期待的CP了哦 两人也算是老搭档了 都很熟悉 他们的演技也很高 时隔多年两人再次合作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